大家好 今天星期三也是五月份期指转创的高空日 在大市的反复当中看到一件事 整个市况一直都是咬着高台 指数绝大部分时间在28,000点左右水平 虽然相对昨天的28,525点 有点反复也跌了几百点 但不要忘记你在28,000点去转创 直到今早有176,000张开放资金 就是其次,这么多月份加起来 是未平创的 我想而知一路做大那些 要在28,000点来转创的话 其实财务负担是很重的 好创大会当然是咬着不放 因为事实上来说 A股已经七年升了 上证指数曾经见过4958点 技术上来说是咬着高台等破顶 跟大家讲讲上证指数 由4月28日高位4572点下跌 到5月8日低位4099点已经止暴 由这一刻的反弹 由于已经升破了 而且又升到了4572点 即是说技术上来说 这个反弹市已经漸漸发展为 一个小型的升浪 或者新的升浪 已跌了473点 将这473点回复上去 加上4572点 上证的目标直至5045点 也不知道5000点大关会有少少阻际 但只要成交金额足够 破顶的机会是相当高的 滑心两地每日成交金额有2万亿 我相信这是大市最终上升的动力 再看看今天的市场 其实来说 港股是高台有少少反复 因为长和今天是没有算到成分比重度 加上恒生指数 由这个月的13号低位27191点的反弹 去到近日的高位28525点 已经升到1334点 有少少高台的整股 其实是很正常的 值得一提的是 因为恒指经过昨天的上升 已经是成功回到10天线流上 整个形态是属于一个技术上的 一个宣定之余 也是漸漸呈现一个欲试顶的格局 当然明天是期指结算日 后天是期指 应该是场外衍生公会结算日 在好仓大活主导之下 其实大市仍然有机会是试顶的 无论如何也好 经过昨天的上升 由于恒指已经是升破了 今个月四号的高位28344点 即是五月份已经成为一个先低后高 低位是136日27191点 高位暂时来说是昨天的28525点 未来两个假月天 包括星期四和星期五 的确仍然有机会有更高的指数 给我们揭露到 到底六月份怎么走呢 现在这一分钟就要看了 因为假设市是在28500点 是过渡到六月份的话 那条数很容易计 只要整个月有千零点的上升 波幅指数已经咬住3万点不防 今年的市真的很强 一月的市升了1682点 到二月份升876点 三月份升多些 升了1436点 四月份更加另例 升足3663点 到五月份也都暂时升了1334点 连升五个月 连续五个月是先低后高 先低后高 不断推上去的 那就是说 这个大市目标 不仅是28500 28500 那么简单 现在就差成交金额 昨天就两例 有2000亿以上 但今天就缩一点 有1500多亿 我都说过了 升市一定要成交金额 没有成交金额的升市 多多少少会受到贵限 好了 今天讲到这么多 我弄了一些东西 要进去大埔 要早点 所以明天收市之后 再和大家聊